一封来信 道不敬母亲四十五年寒心如苦 唐恶老天给我一百岁的生命 我甘愿把四十岁的生命给您 一份大礼 谁来帮儿子实现心中夙愿 我们一起来为这个礼物揭开面纱好不好 敬请收看天下父母之胆娘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今天对于这母子两个来说 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因为今天是刘妈妈的五十八岁生日 我们一起来给她过一个生日 刚才在生日歌当中 我看到刘妈妈非常的激动 现在你要许一个愿 然后吹蜡烛 想好了吗 好 然后吹蜡烛 来我们一起 好 今年的母亲节呀 我们收到了一封信 是怀唐给我们写来的 刘妈妈您知道儿子给我们栏目组写信吗 是不是都啊 不知道啊 今天呀我把这封信带来了 这封信应该是深深地打动了我们 信中说 这篇文章是我内心的真情告白 我之所以把这篇桌座寄到会台 因为母亲也非常爱看天下父母这个栏目 如果有幸让母亲能够听到这篇文章 就是我最大的欣慰了 我只想让母亲知道 在儿子的心中 您永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儿子向您敬礼 这封信当中啊 记录了怀唐的母亲 也就是刘妈妈 这一辈子经历的很多酸甜苦辣 经历的很多辛劳和艰难 在信的最后呢 怀唐还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 他说特别想为您庆祝一次生日 今天呢 我们大家这么多人一起来给你过生日 高不高兴 高兴 好是高兴 过生日嘛 就要有生日礼物 我们栏目组全体的工作人员啊 一起给刘妈妈准备了一份礼物 怀唐 我们一起来为这份礼物揭开面纱好不好 来 娘病了 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 梁是个苦命人 从小就是 他生活在小山村里 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 他很少对我们讲起他的故事 包括他的童年 老人说因为家里穷 娘十二三岁就开始下地干活 从那时开始 直到他出嫁 他没在桌子上吃过一顿像样的饭 白天下地干完活 娘晚上 还要给五个弟弟妹妹 缝衣服做鞋 21岁那年 娘嫁到了十五里外的爹家 当时爹家的境况很不好 爷爷瘫痪在床 奶奶有严重的肺病 不能劳累 同时家里 还有一个聋哑叔叔 和一个不太聪明的姑姑需要照顾 善良的娘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 开开心心地 嫁给了爹 虽然日子苦 但开朗乐观的娘 给爹家增添了许多生气 爹家门前的小河 年复一年 缠缠东流 娘说 缺水的日子 才是最怕人的 娘嫁过来后 一间扛起了全家的火 做饭 喂药 养生过种地 样样都离不开娘 娘为了给家里多挣点公分 没白没黑的干活 土地承包责任之后 我们家承包了很多地 存了好多粮 我才知道 原来那些苦日子里 娘都是省出自己的口粮给家人 娘挨饿 挨怕 打我即时期 娘每一天忙里忙外 从没睡过一次踏实觉 过了些年 勤劳能干的娘 让家里的条件 渐渐地好了起来 记得有一年秋冬季节 天已经很凉了 娘看到地里干旱 就沿着水渠走到上游 发现是水渠上面破了个大洞 娘搬了很多石头 都没能把水渠上的破洞堵死 看着水渠的水慢慢流走 娘非常心疼 情急之下 她光着脚下了水渠 水渠的破洞被堵住了 娘的两只脚也被堵上了 爹心疼的埋怨娘 为什么这么不注意 豁出去这一年不收了 也不能把自己做紧成这样 娘看着爹 什么都没说 那一刻 我看到爹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泪光 闪过一丝泪光 娘从小就对我们管教很严 家里再难 娘还是一心供我和我哥上学 娘说只要我们好好读书 考上大学 就是对她最大的回报 可是我读书不好 没能给娘争气考上大学 高考落榜后 娘一再地鼓励我 在努巴利试试 但她的嘴皮色都快磨破了 我还是执意离开了学校 离开了家 在社会的洗礼中 我经历了许多挫折 也吃了很多苦 终于知道了 活着是这样的艰难 在那段日子里 娘就像一面坚强的后盾 一直在我身边给我鼓励 我想 娘的第一根白发 应该就是为我变白了 娘病倒了 我竟然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 当时我真不敢相信 坚强的娘 竟然就这么被倒了 生命中太多的艰难困苦悲伤离别 都落在了娘的身上 娘太累 太悲伤了 奶奶的肺病转成肺癌一病不期 爷爷常年瘫痪在床 照顾两位卧床老人的担子 在娘的肩上更重了 那段日子里 两位老人吃喝拉撒都在床上 娘每天都给两位老人 喂饭 喂药 端食要尿 擦洗身体 奶奶还好 可固执的爷爷 怎么都不肯让娘给她洗 老说 欠娘太多太多了 娘知道她的顾虑 就开导爷爷说 如果不洗干净 万一村里的人看见了 会说是你儿子不孝啊 就这样 娘每天在床边 伺候着爷爷奶奶 直到最后一刻 爷爷在去世前哭着说 如果能让她在死之前站起来 她一定要给娘 磕几个头 爷爷奶奶的相继去世 让娘大病了一场 可病还没好 却又传来了 更让她心碎的噩耗 爷爷奶奶去世后 老爷和姥姥 又先后检查出癌症晚期 娘每天忙完了私家的活 都要骑自行车十五里路 去姥姥家照顾两位老人 那时娘整夜整夜的忙 几乎没时间睡觉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好多年 老爷心疼你啊 就对娘说 反正都是要走的人了 就别这么麻烦 谁的时间到了 就先走 让什么东西说 眼泪 洒在了一条条崎岖的山路上 记得一天夜里 我发现娘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子里 一边偷偷地哭 一边把手中的白菜 做成一片片小小的鱼钱模样 那时也是十月 鱼树上早就没了鱼钱 我问娘在干什么 娘擦了擦眼泪说 老爷快不行了 他想吃一顿鱼钱饭 娘说到这里 泪水再也不听使唤 那一夜 娘哭了好久 好久 老爷去世后 姥姥的病也一天不如一天 姥姥去世的前一夜 病魔无情地折磨着姥姥 娘实在受不了 看着老人家就这样被病魔折磨死 就抱住姥姥说 我知道你难受 知道你疼 你把你的痛苦 撒在我身上吧 只要你能让自己好受点 就惜 第二天早上 姥姥离开了我们 娘呆呆地坐在床边 你滴泪都没有了 我知道 是娘的眼泪 苦干了 我有个人 也跟我们一天 三百六十五天 每一天 你都在劳碌里 动过 仿佛只有病倒在床上的时候 你才是空心的 娘啊 三百六十五里路 每一步你都走得那么坚强 病得那么严重 疼得那么厉害 你还坚持在地里干活 娘啊 你虽然称不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尽管你活得很频繁 但在儿子心中 你永远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娘 儿子 要怎样才能报答你啊 娘 残酷命运 母亲如何勇敢支撑坚强面对 他妈妈这么厉害的 我妈妈这么厉害的 温暖家庭 细心儿子 记录母亲乐观人生 你就是一个你很多的平反 他老孩会做到你的伟大 请继续收看 天下父母之爱娘 刚才这个故事 是怀唐讲给我们的 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 把这个故事 用我们的镜头 讲给大家听 怀唐 看完短片 你有什么要给大家说的吗 其实我跟妈说 今天咱们很欣慰 咱们不应该流眼泪 可是我们实在是忍不住 真的 看到短片 我真的很高兴 我真的很感谢天下父母这样 让我和妈有机会坐在这里 其实让我更欣慰的是 我所谓农民的孩子 向天下所有的母亲 说一声 你们辛苦了 因为我知道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 也不管你贫穷还是富有 只要你是为母亲 可能多和我妈一样 真的 为这个家 你们真的很辛苦 这是儿子的一份孝心 我看刘妈妈在看短片的时候也一直在哭 刚才短片里讲的您这些故事 全部都是您亲身经历的吗 是啊 嗯 姑姑 我的三叔可能脾气很高 因为她是不会说话嘛 有时候闹脾气的时候 几乎我们家的家具啊 给我们砸的没有点 几乎就是呢 哭也都给我们砸了 母亲就说让她砸吧 她肯定有受不出的苦 其实她那时候是闹脾气 但是呢 母亲真的 母亲受了很多委屈 对 不仅仅是劳累 对 事后呢 我的三叔可能 现在就很好了 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嘛 记得我妈在大前年的秋天 有一个开散路车的 她往上爬不上野头去了嘛 就让我妈给她推 当时呢 可能是在这么大的一块石头 我妈把车上一推 但是呢 一直趴那个石头上了 肚子 我妈真的就是呢 躺了好几天的 我三叔就是把路上 我们家门口那一堆的 所有的石头 不能大的 不能小的 全已经走了 她也可能知道 我妈的不容忍 我在 我在那两个的时候 我觉得 就是我大 我应该躲到里 我躲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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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的时候 我就 她有一个 牙齦的树 龙牙树 我的管道 还有一个半牙的骨 走了一个也不聪明 把这里没死了 又 又走了一个 可怕我难死了 她爸爸整天不在家 哎哟 说不好多么难了 今天就让刘妈妈 痛痛快快的哭出来吧 哼 我不是啥子啊 到了 到里都传大意了 我妈就想要一会扣扣扣的时候 我妈就扣扣扣扣扣 当时有了孩子 给孩子喂奶的时候 都来不及扣上扣子 就要去给他奶奶喂药 就忙到这个程度 怀唐其实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 一样东西 我听说是母亲的一包头发 这包头发是 它的来历是什么 你给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就是大家可能在片子中 也看到了那是我的姥姥 就是妈妈只给我说过一次 她说就是姥姥在最后那一晚上的时候 姥姥是癌症晚期 对 当时就是可能就片子 大家可能看到了 就是在撕我妈的头发 就是她根本就不知道 发生就是胡乱的撕 我就说那里头发究竟是哪里来的 她说全是我的 那就是在你姥姥最后的 因为她很难受 我就让她撕 在送罪我姥姥最后的时候 我妈就当着那么多的人 晕倒了 那是当时十业服 就是直接欠了休克了 所有的人 我记录都是 在那一幕 真的都被大家哭愣了 妈妈告诉我 她说你要知道 我这是最后见鸟子 最后一面了 你就说如果以后 我听到别人喊生爸 叫生妈 我是她心里怎么过呀 你妈刚才看完我们的这个短片之后啊 您是怎么想的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短片啊 说的您的这些故事 大概能占到您这辈子吃的苦当中的几分之几 我觉得也就是十分之三 十分之三 我们还有十分之七都没有描述 双手无言却传达出天下伟大母爱 这是一双妈妈的手 感动至深 儿子后里尽显子女全权孝心 妈醉都不甘心 请继续收看天下父母之安娘 其实从看短片的时候 我就听到咱们现场 有很多人随着短片的进行在哭泣 大家都受到了感动 我在这里特别想请 因为我们的观众上来跟刘妈妈握一握手 代表我们的观众 好不好 来 那位小伙子 你想对这样一位母亲说点什么吗 刚才看了这一个关于刘妈妈的短片 我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她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 虽然她生活在一个很平凡的山区里 但是她用自己的付出证明了 她用自己的付出默默地为这个家庭做出了很多贡献 我对她很尊敬 我觉得我的母亲和她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感谢天下所有的母亲 感谢她们 我以后她们的身份预防守呢 送走了四位老人 而且养大了两个儿子 现在呢 还在照顾着这个智障的姑姑 还有这个残疾的叔叔 另外家里呢 还有十几亩地 都需要 刘妈妈这个瘦弱的双肩 来扛起这个生活的重担 其实我们今天 给她过这个生日呢 也是想表达这样一份心意 对我们 可能在中国的农村 生活着很多这样的母亲 她可能非常的平凡 但是 我们每个人 都是这样平凡的母亲孵育的 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 刚才我们的礼物送了 我们的祝福也送了 我们想今天怀堂 你给母亲送的什么样的礼物 今天妈你站在这里 我可以代表我哥 我要送一件你也礼物 真的 你不要难过 妈 真的我还行 今天其实是个高兴的日子 来 我们请工作人员把分好的蛋糕拿上来 我们大家一起吃蛋糕好不好 来 其实我们觉得最难得的就是 刘妈妈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 经历了那么多的委屈 经历了那么多的辛劳 还能够笑得这么灿烂 还能够笑得这么纯真 我来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 因为我妈晕车嘛 但是呢她从厨房到北京 她没约 她说感动 我说妈既然你欣慰 咱就去的时候不要流眼泪 因为咱们真的是流泪的话 我和我妈今天都是流的幸福的眼泪 真的 好 那就在幸福的眼泪当中 刘妈妈告诉我们 你刚才默默地许的那个愿望是什么呀 希望是 孩子那个出个幸福 把那个托个碎了 好 其实 其实 作为娘来讲 最大的心愿 其实就是儿子 默默默默 您刚才那个愿望 不是让儿子娶个好媳妇 然后抱过孙子嘛 您吃一口蛋糕吧 吃了以后 这愿望就实现了 而且我们所有的人 而且我们所有的观众 都祝愿怀堂能够领一个好姑娘回家 好不好 你一定会有个好儿媳妇的 好 看到刘妈妈开心的笑 我们心里感觉到特别的欣慰 其实我想我们常说 母爱是伟大的 但是母亲呢 又是平凡的 平凡到我们常常会忽略她们 有娘在身边的日子 其实是最幸福的日子 就让我们 多看娘一眼 多关心娘一些 多孝顺娘一点 有她们在的时候 我们让她 能够多一分开心 有她们在的时候 我们让她们的脸上 能够多一分笑容 感谢收看这期的《天下婚女》 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 顺顺娘一项心 不论走多远 都不会每岁月改变 有一首歌 无论过多久 都不会被风吹散 这就是儿女的心啊 想请却并动着感动的夜 这就是儿女的歌 向青山挥荡着神切的呼唤 啊,你是母亲忘不下的死 母亲是儿女的不断的挂起 哦,你是母亲 一生最宝贵的字眼 母亲是儿女眼中最美丽的春天 母亲 母亲的奶果真是用血水变成的吗 爸爸病了 我能给她买药做饭 欢笑 泪水 感悟 收获 尽在天下父母 每周日七点五十三分 与您一起相约山东卫视 儿女的天下父母 儿女的天下父母 儿女的天下父母